堅持 用他自己認為的方式去說服對方 知道我以前的客氣就是不會讓人 我其實做男生真的很難相處嗎? 就從頭到尾一直點了就對了 這是一個好問題 可能是因為我比你跟男生相處 所以 其實我認識他的時候我就突然發現 哇就是我認識女生以來比我還更龜毛 我們今天在討論摩羯座 我們在討論雙語宗 你歪體了 摩羯座事實上對很多事情他很堅持 然後他有自己一套做事邏輯 對我覺得你們有自己提了一個邏輯 然後是不可以 就是你們那個路就是直的 很難被 被撼動 對撼動 譬如說就是在感情這塊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對摩羯座 有這麼大的陰影 我先舉例一下好了 我覺得我自己在跟你相處的時候 由他自己做決定都很好上來 可是因為剛好我們看很多東西的價值觀 還有很多事情的標準都差不多 所以就會覺得 反正教練不決定我也覺得OK 我就不會去覺得說 喔他一定要照著我 對所以因為我是專注很高的兩個人 哈哈 到達名了 應該是說那他跟你的標準是不一樣的話 就會有拉車 那 中間就會有拉車 然後你就會有認識上的一些不一樣 那怎麼樣做你才會同意 就是 我覺得應該是說 我們決定事情上 中間的一些認知上的差異 當然柏傑座的人一定會堅持 用他自己認為的方式去說服對方 知道我以前的客氣就不會讓人 但是現在慢慢的我覺得就是 因為兩個人要真正相處的時候 你必須要微調 不是說全部讓 而是在於是要讓對方能夠理解的情況之下 然後適度的去微調 但是要讓對方也要知道為什麼要微調 應該是說 柏傑座他本身的主導性他也很強 喔 所以主導權他交給你嗎 對 但是你看喔 每個人的個性他擅長的類型 不一定是在感情上啊 對 所以在過程當中 除非他的情感 或交流的過程當中 他很擅長 所以他就會去onschedule 然後有一些規劃等等類似這些 但是如果在情感上他不擅長之後 事實上他就很害怕 對方很強勢的人 然後這時候他就會覺得 他的主權有點被刮分掉了 對 啊我想起來了 我們好像剛認識的時候 主導權都在你 可是就是擅長的部分 你也不會就覺得說 你非要什麼都全部攬下 你可以share 出去 就大家可以各自做自己擅長的事情 然後讓彼此相處你開心 嗯 在反受吧 我跟大家講 不然是我們 我自己在受吧 然後你記得我們啊 一聽到我說 我叫做是摩羯座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說 就第三者 不可能 真的 每個人都說 我們家裡不是這樣 所以 我們要不要跟觀眾分享一下 如果暗幣摩羯座 用什麼樣的方式 摩羯座比較能夠接受 就是我覺得在於 對方一半 他能夠很敏銳的去了解 比如說摩羯男 他內心的某一點 那就會就會中 怎麼了解 你還就這樣 不是不是不是 內心 不是不是不是 內心啊 這邊有個信心啊 哈哈哈 其實摩羯男 比較不會把內心世界打開 然後把內心深處的一些事情 他去告訴一些不信任的人 天取了你們的信任 信任 對沒有錯 那你是摩羯男是一見鍾情型 還是是要日久生情 我覺得大部分摩羯男 都應該是日久生情 包括我自己也是 那你說 為什麼我們很短 就是你會發現 我們相處其實很短 然後就就決定想要走一走 那你是跟我說 你是一見鍾情嗎 你逼我說的 好難相處的先做 說實話 其實因為我自己很清楚嘛 就是說我自己 其實我見到他的設計 我會很興趣他的個性 當然需要一些歲月的力量 我本身就很清楚 我知道他媽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事實上我們收放之間就很快 那摩羯男到底是花心還是 因為就是好像摩羯男在那個 那個花心的排行榜上也很前面 我覺得那個很看人吧 就在於是他在你追求的面向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跟每個個性都很難 去從單一一個星座去規範每一個人 那摩羯男是 就譬如說如果你們相處一段時間了 你真的就覺得對方只能當朋友 你沒辦法當情人或另外一半 你們會很直白的告訴對方 還是說像你的人就會脫著不講 然後就是可能保持暧昧這樣子 摩羯男事實上 他其實是最能夠忍耐的一個個性 所以你不會講 對 所以我覺得以前 不會喜歡你講 就是時候嘛 在面對感情的時候 應該說 他的耐性在是等對方去改變 但事實上後來發現其實我覺得很難 可是如果你們沒有交往 還是譬如說就是暗定 那暧昧 然後然後 然後他做什麼改變 你就會就是 噢好 我現在 我覺得應該很簡單的概念 如果今天他對你有愛 他大概會希望給彼此時間 然後會覺得讓對方去改變 但是上次我覺得不太可能 所以只有一件事情就是 隨著年齡的歷念吧 或是面對很多事情的歷念之後 你必須要去隨時去調整自己的角度 跟思維 那雖然我自己是國際素 我也很清楚 我很年輕的時候 非常見識 因為我只要選定目標 我就就會往那路上走 別人跟我講什麼事 像他影響不太多 噢 所以摩羯男在談感情 應該說你們就很清楚知道 是就是 對對對 然後不是就是不是 不是就是有人當朋友 可是很多人就說 他們覺得很難去捉摸摩羯男的想法 是因為他們對朋友也很好 我覺得應該要看個性 我覺得你不是 我就不會去碰你 對 那 那 關鍵是碰哪裡 就是 就是 變成女朋友放在哪裡 那這樣的話 事實上對彼此都不太公平吧 對我的個性就覺得 那就不太適合這樣子 我如果這樣講 可不可以上次給網友一個參考依據 就是如果你們以下的舉動 也許這個摩羯男可能對你是有意思的 我還記得我們一開始認識的時候 反正不管我想去哪裡 你都會說好啊 走啊 所以如果不是你們喜歡的人 你們就不會做別的事情 肯定的啊 應該不是不是摩羯座吧 因為每個星座應該都這樣 哦 好像有道理 那你最後有沒有什麼話想 對現在在跟摩羯座相處的朋友們 一些建議 就不要太早認識摩羯座 哈哈哈 所以你一直 我現在認識一個摩羯座 然後我就問他說 啊 請問你幾歲 然後他就說可能 那時候我25歲 那時候我25歲 那我15年後再來認識 我這樣說的用意 不是說年輕的回憶座不能認識他 而是我從我自己身上的過程 因為在年輕的時候 我幾乎都把重心放在工作上 所以這樣對另外一半就很不公平 因為我們自己年輕的過程當中 有自己的目標 所以就以前會比較難一心兩用 如果這樣的模式去談感情 事實上對另外一半 不管你什麼星座 他其實都不公平 那事實上在面對另外一半 事實上或者是在彼此相處之間 他會更多的淺默化的這樣的關係 就不會一直在譬如說要執著 飛到那樣不行 但其實人生實上沒有非怎樣才能是怎樣 那這是我個人對摩羯的難道 相處過程當中的一個見譜 我可以幫大家做一個總結 就是摩羯老師們的章篇大哥 如果大家習慣這個系列的影片的話呢 可以留言分享跟摩羯組相處的心情給我們 我們會看留言 然後也許你有什麼問題也可以留在留言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非常資深的摩羯組在現場 可以為大家解答各種的疑難查證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留言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次見 Bye Bye